所以为什么老法师在宫门开书里面讲 顺境不起贪 逆境不起撑就是这个道理 你在平常境界里面 你顺逆境界都要修到 如如不动不取一向 我们不是 我们碰到顺境就起方 碰到逆境就起诚心 不顺我意 不顺我意就是逆境 我们就心服气躁 我们的毛病心就现出来了 我们在顺逆境界里面 我们是做不了主的 你顺逆境界在平常都没有任何定功 你在舍抱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定功 曾经有一位比丘女要往生的时候 这个故事是正人法师讲出来的 他舍抱的时候 众弟子在旁边跟他祝念 正人法师派他的女帝族去关怀 因为他们都是出家人 他们认识 这位比丘尼 他的俗家女友跑过来 脱口欧洲说 妈你不要往生 教育记妈你不要往生 那位比丘尼 本来在练佛里面 都不练佛了 都不练佛了 回到秦子 秦子就生起来了 所以这个灵命中是很可怕的 顺逆恶喜 顺逆恶喜 交相并发 则一生所作一切善恶之业 随其勤想勤众 他一生所造善造恶的 勤想 这是你的勤子妄想 随其勤想勤众 巨死 感变而顿现 全部都现出来了 所以你一生造恶造善的 这个顺逆恶喜 在你灵命中的手抱中 全部都出来 所以为什么要祝恋 就是希望他在舍抱的时候 能够放下这个顺逆恶喜 能够放下这个贪生之慢 能够在恋佛生中 顺利能够顺利手抱